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一集《好書分享》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Isa 我是阿Ling Isa,我們今天會介紹什麼書給大家 我剛剛看了《雪球巴菲特傳》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股神巴菲特是著名的投資者 藉著股票市場成為全球首富 截至2022年 巴菲特的淨資產已經超過1100億美金 更是福布斯富豪榜排行第六名 而《雪球巴菲特傳》 是巴菲特唯一授權的傳記 作者Alice和巴菲特 經歷了長達2000小時的訪談 完整地記載了她的人生故事 透過這些故事帶出背後的理念 究竟巴菲特經歷了什麼有現在這樣的成就 她又是怎樣靠金融市場投資置庫 而她的投資理念又是什麼呢 下面我們將會逐一解構她的五大投資理念 巴菲特曾經說過 人生就好像滾雪球 你只要找到濕的雪和很長的波度 雪球就會越滾越大 濕的雪球在滾動的過程中 會越吸越多 雪球越大就代表你的投資成果越多 越早開始投資 時間為你帶來的錢賺錢效果就越好 而高回報率的投資產品 都會令到你的資產越滾越大 價值投資法是來自巴菲特的老師 Benjamin 他提及過價值投資有兩個要素 一 公司的內在價值被低估 二 要長期持有 價值投資法是不會有即時的高報酬 但長期持有就可以帶來錢賺錢的後果 因此巴菲特多年來都是以這種策略進行投資 而得到今時今日的成就 股市是個變幻莫測的世界 巴菲特認為自己犯過最大的錯誤 就是當他輸錢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一定要即日將損失的錢賺回來 所以要謹記 投資是一場來歷賽 輸了的錢也不一定要用同樣的方法賺回來 除了在資金運用上要放長線釣大魚 設計炒短線賺錢之外 也要學會判斷投資 投資自己是人生中最化算的長線投資 自說是唯一別人沒辦法搶走的財富 買股票等於買整個企業成為公司的股東之一 巴菲特一定會在他的理解能力範圍內進行投資 所以他每天都會看不同公司的財務報表 而作出對那一間公司的估值 他會投資一些大型公司 例如蘋果公司、美國銀行、可口可樂公司、美國運通等 他相信這些公司可以為他的未來帶來強大的現金流 巴菲特在書中一再強調 在買入股票的時候需要留有安全編制 他相信這是電令投資成功的基石 就算市場價格浮動不定 但公司大多已經有穩定的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和股票價格的差價就是安全編制 較大的安全編制可以預防正確的決定遭到意外錯誤而抵消 雖然還是有發生意外的可能 但風險已經大大降低 投資總會有賺有蝕 但如果你想像巴菲特那樣 幾十年來都賺這麼多回報 不妨去買這本書參考一下他的投資秘訣和人生智慧 希望這些理財智慧可以幫你早日得到財富自由 三波的位置越高、波度越長、雪球都會越滾越大 希望大家都及早開始滾出自己的小雪球 我們今天第一集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